昭和七年五月五日 此位五一五事件 老夫我辛苦经营了多年的议会政治 也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亲中派首相全阳被暗杀后 军部少壮派的势力就此不可收拾 新首相摘腾破于压力 即刻承认了为满洲国政策 老夫或再不能为帝国亡羊不老了 风瑟瑟的吹 为了及时商讨情报 大酒保利通和西乡龙胜 常约定在此会合 大酒的手肘牢牢贴着背骨 身子仍素素苦斗 指牙沾沾 大雪飘飞 寒意钻骨 头发越来越重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他激动地推开门 你又迟到了大酒 西乡举杯透明 对桌 一个着素欲的小伙子 与镇上几个算命的老头扩谈时局 大酒借过西乡给自己添上的一杯酒 说道 那小子是妥妥的官三代 不过倒比其他官三代有才好 大酒之后莫非认识这个年轻人 他叫西元寺公旺 出身旧旧清华族之家 价格极高 天皇的好朋友 名为旺族吗 是不是 他的爷爷 阴政思通 官至官白 他爸爸 德大司公存家是内大臣 哥哥德大司时 则四重长 因为是次子 西元寺在幼史过继给的西元寺家 他们两家都是仅次于武摄政家 今年明治天皇登基时 18岁的西元寺 已经是朝廷的老臣了 左墓与尊王 开国与攘移 不该是我们目前纠结的事 木番之争 首先是国体之争 是腐败的旧制度和现代化思潮的教养 长洲 萨摩等班 其名虽不开化 但与天皇有默契 我们应该团结他们 共打大敌 说得好 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大声鼓掌道 此子大有见识 此人正是炎仓巨士 四年一月 西枪龙盛与盐仓巨士 大宝九利通等人发动王正复古政变 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 建立明治新政府 他有意在军队发展 却阴差阳错内护校园 塞进了阳学馆开城学校学习法语 1871年 西元寺公望作为日本最初的一批官费留学生 在索邦大学法学院登记入学 正巧碰上普法战争 还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悲壮情景 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 其间他着重考察法国的政治制度 风土人情 师从马克思的友人 埃米尔·阿格拉斯和克列蒙索·公格尔 以及从日本来的中江照明等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结识 他接受了自由民主 主权国家和性别平等等思想 长期经营在在工业化 带来时髦和便利的都市生活中 不断思考日本的前途 刘法十年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界和心胸 并履行终生 他的老师埃米尔·阿格拉斯马克思的友人建议西元寺成为一名政治家 西元寺观望对阿克拉的话持否定态度 他说 政治家不能总说出自己的想法 有时他们不得不撒谎 阿克拉听后笑道 日本政客有时会撒谎吗 法国政客总是撒谎 未来的法国总理克列蒙苏 更是与西元寺私交甚密 西元寺曾帮克列蒙苏携带一本绝密的小册子到法国 让人时常促膝常谈 热烈交流着彼此祖国的文化 当谈到日本的风水法阵的时候 克列蒙苏感到了一丝好奇 说西元寺公望官运哼痛贫不清云 其命格想必是非同寻常的好 但西元寺公说 何时他镇上算命先生曾给他自己算过一挂 说他这种人内运和外运只能一起一伏 女人和官职不可兼得 像战国时代的风尘秀吉就被知田是可了 武将袁一经遭爱妾境遇前害了 中国三国的吕布因貂蝉允命了 红颜祸水是政客宿命的常客 所谓政治家 有了政治哪还能有家 克列蒙苏则不以为然 认为他将来会成为大勇之才 其魅力必然能俘获一众情人 可西元寺公望自知 自己在顺畅的少年仕途中 没有邂逅过心动的少女 就像还没见过黑船来行的旧日本 见好友如此憔悴 克列蒙苏便带西元寺来到巴黎奥斯曼大道 给他介绍了一家外国人来法国旅游时 最常买礼物的信物商店 在那里 克列蒙苏为他挑了一个英伟花画发簪 这是当地精美的手工作物 西元寺君 你说过 日本的花语中 英伟花是恋爱的使者 兄台才华横溢 借此小小礼物日后必然更是芳草多多 在巴黎待了十年后 西元寺回到日本 他们想到东京都竟然也有如此了无生气的寂寂之地 这种惨色尽如游生的一种美 据中江赵明说 以前的新桥是船夫 商谷及旅客寻找片刻慰藉的欢场 雁名似播的地方 明治维新以后 多少朝中政客 西洋名士也屡屡光顾此繁华之地 前些年铁路通行 城市改造 一路衰落 昔日女郎的叫声 三先生最可欢笑 全被猛吹的海风多逃生压下去了 现在这里是洞景的寂寂之地 长这么大也还没来过这里 觉得才是东京的好地方 东江赵明脚夹地看着昔日雾涌 暴风雨敲打的后街上 黑漆一片 在昌家的灯光照射下 西元寺跟着中江赵明 顺着生锈的铁锅 来到露像的一条浑浊的河沟 正承受着 清泻而来的雨水 一朵紫色花瓣浮在水面 在西元寺眼中 就是如此梦幻 不一会儿 花瓣碾碎浪涛 奔泻而不归 雨正大 两人只好去脚走着 每走一步脚 只得死命的定着一地 东江赵明对他说 政治就如男女之欢 迷人却不能沉溺 血迹方刚的侠客 来三娃两舍发泄欲望 恰如君王在宫中摆布成熟 歌女需要靠卖弄风骚才能实现价值 而甜蜜过后就是抛弃 君臣之外 但女关系也像是国际时局 欧洲列强一向瞧不起我们日本人 贫弱的黄总人 要遵守白人的规范来赚取 卑贱的优越感 但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秩序猖狂了 就会疲软 日本应当握心肠胆 率先雄起 代表大东亚新的秩序 四元四公望若有所思 看来终将是老仇客了 真混蛋 四元四还是对这里表示 不尽的抗拒 恶惊的钟声响起 一位中年妇女缓缓走来迎接 看来她就是精灵这里的老人 妇人脸色羞涩的 向两人道歉 今天下雨 没有什么客人光顾 就只留有几个女孩 七元四随妇人招待 和胭脂香粉的气息 看到了这些面容娇好 浓妆艳没的姑娘们 其中一个小女子 与其他的妖眼女郎 明显的不一样 这少女脸泛了红韵 一双秋水微样的眼睛 飘忽游荡 往花园里青土绵绵之异 那眉毛细细的 眼里却有着一股倔强味 白白的肌肤上 一双唇半格外醒目 樱桃色的衣裳 挂在斜斜的肩膀上 看起来又文静又自然 于是她选中了 这名女子进入房间 我叫小林橘子 叫我橘子就好 在蜡烛火光下 橘子那小巧玲珑的身子 就像淡漠般浮现着 明明就在眼前 但是倘若伸手一触 似乎就会 悠然消失 真知踏踏踏迷上的影子 也比她本身浓些 睡吗 先生 橘子用绵软的声音问道 紧闭着的双唇迎了过来 睡吧 睡吧 恍然间 西人寺公望用手抵住鸡子的唇 摇摇头 就袭人的坦坦的香水柜和体温 这时 西人寺想起 算命老当初给自己的叮嘱 红颜祸水 煞时间 鸡子猛然散开头发 腰带缓缓地从腰间滑落下去 西人寺血瘟的一下涌上脑袋 捂住眼睛转过头去 先生 您和其他客人不一样 您不见风情 橘子用袖口咽着脸 低声哭了起来 向西人寺诉起自己的经历 自己是五世家庭出生 年幼时哥哥的父亲都在道路运动中死去 自己便被卖艺人家收养 这个年代 也许自己投胎平凡女命 也是这样的事了 西人寺感慨道 要不我给先生唱这歌吧 橘子痴痴地说道 西人寺呆呆地望着橘子 点点头 太悲伤了 我想听另一首 橘子似笑非笑 又唱道 这让西人寺好生震恶 心跳平平 您是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吧 先生 我没有什么目标 我只是希望在一个太平的年代 我只是老树干一样生活 西人寺功望如此大道 老树干 奇妙的比喻 你们官大人都这样吗 做小草多好呀 有花儿陪着 小草命贱 花儿一谢 老树才能活得长久 何况 种子决定好了 是草是树 我们别无选择 说罢 西人寺犹豫了 眼睛刺热 垂下了头 为了试图 值得吗 家庭幸福和壮志豪情 真的不可兼得吗 橘子皱起眉头 说道 那也太无趣了 我还是做花弹吧 描想 却自由 先生 先生 我忘我 一宿过后 橘子抢在西人寺前面 到门口替他摆好了些 西人寺刚一伸脚 橘子手里的木匣 已经套在西人寺的脚上 虽然时间很短 但终将清晰看见 当时两人的手和脚 一瞬间轻轻碰在一起 暗笑他俩的调情 终将赵明最后感叹道 侯爵 毕竟不肯做 执掌政权的政治家 可惜 临别之前 小林橘子问 以后还会找我吗 本想回答不知道 最后他还是以最轻微的力度 点了点头 似乎也看出了西元寺的真实心思 少女最后又问了问西元寺 他的名字 他只是说 花落草菇千锋度 老树无名 一生钟 出门许久 西元寺似乎想起什么 着急忙慌地跑了回来 他拿出了自己在巴黎 买回的烟尾花编织的发簪 把他送给了小林橘子 橘子回眸一顾 寒情默默 他们额头紧贴 他拉住他的手 说道 要做自由的花瓣 先生 你还有什么话没说完吗 我以后还会来找你 明治时期财政困难 一度削减官费升名额 和明治天皇自掏腰包 每年贴补西元寺 在法国上学约400名 结果西元寺回到日本 没有去朝廷上班 而是和中江赵明 办了张启蒙兴致的 东洋自由新闻 以求开明治 普及自由主义 以及法治的精神 他的老同僚 严仓巨士等人 受不了人才的浪费 屡次逼他辞职 就连时任首相伊藤博文 也数次邀请西元寺进内阁 而西元寺依然不为所动 热衷他的民权运动 和新闻自由 十分叛逆 最后还是明治天皇出面 赤令其辞职 这位元老才乖乖去内阁上班 西元寺对此深感不满 却又无可奈何 以后还会来找我吗 小林举子的呼唤在脑海阴绕 西元寺这一去仕途 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西元寺随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 两人结识后十分熟络 伊藤博文好色 伊元寺也常随他 时常在西欧宏东区观看无语 卖弄风骚 自己没弄眼 当完成了内阁制改革的伊藤博文 决心推进宪法制定的速度时 西元寺转任为驻澳兄弟国公使 和留在维也纳的驻澳公使馆 顾问施泰因协商法制改革问题 定期向伊藤承送意见 期间他还在维也纳认识了一名 叫陆奥宗光的外交官 此人的存在对他将来的命运 起了关键影响 陆奥宗光以及外交生涯文明 还是伊藤博内的核心人物 但他还有一个身份 即伊藤博与后来构成 郑友会激干的自由党系党人 沃玄的纽带 将来的郑友会元老兴亨 元寺与钢旗帮府 都有陆奥一手提拔 可以说西元寺公望遇到了伯乐 但好景不长 锦尚义与陆奥宗光先后因病早逝 伊藤阵营内能够与他竞争的 有头有面者 只剩下了伊东四代志和锦尚星 西元寺在陆奥宗光死去的那一年 也患上了严重的蓝尾炎 当时还没有普通可行的蓝尾切除术 一旦发展成穿孔时 消化业与粪便进入腹腔 就会并发腹膜炎 败死症 死亡率极高 虽然最后还是幸运的痊愈了 但十年五十一岁的西元寺 也对自己的健康持续了信心 开始认真考虑安排后世 在伊藤伯文与山县有同的帮助下 获记了前长州班主毛利元德之子 西元寺巴朗准备传承家业 当西元寺这个 昔日飞黄腾达的贵公子看 自己已行将落幕时回首过往 法国的十年时光固然愉快 但也让他错过了在维京政府内出人头地的时机 换来的是一份在明治朱泉城中平白无奇的履历 无论是平辈的景尚心 还是挽他一辈的伊东四代志 两人在番法内影响力 已非西元寺所能奇迹 当初的决定让他后悔了 他如此写道 冬日北风寒 欲将西洋吹落海 造化总是弄人 他痊愈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不死 上天赐给他施展弘图的时代 为了应对众议院和民党势力的崛起 伊藤伯文发起了三次新党的本职势力 终于如愿以偿拉拢自由党次 形成了政委会 天皇为了获取的权力 则开始拉拢山线有同欧代表的军人派 日本的旧时代博弈国局正式出现 当时出现了四大实力 天皇 议会 军人 商人 伊藤伯文目前急需一个继承了 陆澳宗光谱系的名臣作为左棒右臂 以加大郑友会在这场博弈中的筹码 他想到了那个熟人 机缘四 开明的性格 不谋权势的淡薄感 关键时刻能坚守立场 这种性格是长期精于公平政治 老谋深算 浩于专转的伊藤伯文所不具备 也自然不能用来形容伊东 四代志和景上心 在郑友会对伊藤 专断独行的不满日渐发酵的背景下 西元四也很快收获了党人的倾慕 其他竞争对手完全不可以与西元四屁 西元四公望正式成为郑友会的总裁 他在伊藤伯文之下 领导议会制度 对抗军人势力 在之后的时间里 伊藤伯文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杀 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议会的力量 但也使得西元四公望成为了头面人物 在这一阶段的贵人时代 即贵太郎与西元四公望进行 国异的时代 贵人时代 是西元四公望人生中最煎熬的阶段 要回顾这场全地的游戏 我们还要从中日甲午战争说起 虽然对军方不计代价的军备竞赛十分不满 但是西元四公望清楚地知道 在东亚 清国和日本中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崛起 日本想要崛起 就必须战胜清国 把朝鲜和台湾纳入帝国版图 并且获得足够支持帝国现代化的赔款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财力上 只要清国建设海军就能保证不败 而帝国必须同时建设海军和陆军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帝国必须获胜 即使平手后 帝国也无法偿还巨额的外债 这个结果本质上已经与战败没有差别了 西元四公望说道 但伊藤博文则十分自信 断定日本一定可以取胜 如今这清国像极了明日违亲前的日本 各地藩镇林立中枢脆弱 不过有一点 他大清比不上咱帝国 那就是大清 没有一个像长州洒摩这样敢于自强的藩镇 无论是南洋还是北洋 要不就是心有余额力不足 要不就是压根不思进取 只是粉饰一心罢了 日清战争在亚洲 就是小妾赶走正期上位的宫斗 但打仗的钱要从哪里来 西元四问伊藤道 为了海军的军舰 骚丝厂的女工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当真是再也拿不出钱来为海陆军筹集更多的钱了 伊藤伯恩则称 即便是挪用公款违反帝国宪法 也要用钱打仗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豪赌 也是帝国国运的一次豪赌 一旦通过不了剥款案 就来他一个先斩后奏 战争果真胜利了 伊藤伯恩也有些飘飘然 搞起中军爱国义苦思填这一套来 西元四公望却坚持要让日本的国民教育与欧美接轨 他坚持只有通过教育的开化进步 才能让日本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 并发表了著名演说 伊藤兄 名粹狂热再这样下去 他们会成为你致命的凶兽的 西元四说道 无凡无凡 每个政治家都有一匹凶兽 西元四君 你知道你的凶兽是谁吗 西元四表示疑惑不解 普茨茅斯条约签署的当天 数万名民众聚集于东京日比谷公园 在一干政客的怂恿之下 愤怒的民众变成了暴民 他们随即打着废弃屈辱条约的旗帜 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 暴民先是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务大臣官邸 随后又打砸了外乡小村寿太郎的官邸 和御用报纸国民新闻社 这便是日比谷稍打事件 西元四君 又没有把玩过俄国绿狼啊 西元四摇摇头 默不作声 老夫现在是雄风不在了 但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时贵太郎内阁预料到 国民会批判日俄战争后的条约是屈辱条约 并因此掀起抗议运动 可在当时的情况下 日本无论如何都只能签署条约 郑友会表示支持签署条约 而作为交换条件 提出了要西元四公望担任首相的要求 这样贵源时代第一次政权交替出现 政界也进入了 翻阀势力和政党都无法忽视彼此存在的时期 但西元四归根结底不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 也相信政党政治可以是日本的未来 所以他能与强势的援进长期合作 满足于虚军地位 身居巷位期间 西元四达成了募集公寨 铁路国有 经营南满三项重要成就 获得一众同僚的赞赏 但为了排挤山线友朋派官僚 西元四启用了一些非官罚的官僚 也惹得抵挡仇视与报复 不久后 山线友朋上座天皇 称内向援进取缔社会主义运动动作迟缓 并抨击西元四经济治理治标不治本 第一次西元四内阁 终止于1908年7月4日 最终形成了第二次贵太郎内阁 一年后 伊藤波文遇此身亡 年前 故有终将照明辞世后 西元四已感到分外孤独 现在的他更是穷穷竭力 茫然无助 第二次贵太郎内阁 因为恶名昭著的大逆事件而垮台 西元四在元老们意见一致 情投意合下 被推举阻隔 成立了第二次西元四内阁 但最终因为在中国问题上 采取的温和态度 又一次激化了与山线派的矛盾 于大政元年底倒台 此后 西元四公王长期隐居西风庄 一战爆发后 西元四再度出山 静养期间 西元四公王将郑友会总裁一职交给袁静 恶人商定将来由西元四负责公中事务 袁静则负责公开的政治事务 1917年4月 美国对德国宣战 西元四公王料到美国参战 会将协约国导向胜利 建议内阁迅速推进日本参战进程 以保持在远东的控制力 同时他料到战胜国分耕时 由于日本对南洋群岛的实际战友 这些年已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 威尔逊会格外提防日本 于是 暗中与英法秘密约定 请求英法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益 以换取日本促使中国对德宣战 与此同时 驻美公使顾维军也力促北京当局考虑参战 并通过支持美国的主张 以谋取废除新手条约中 德国所得到的权益 并解决 焦州半岛和青岛问题 在派人秘密接洽美国后 北京政府的努力取得了成效 美国竭力支持中国参加巴黎和会 北京政府大受鼓舞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的终极目标 就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在后来会议上协约国话语权问题中 在中国席位的问题上 五强之中也只有美国支持增加 日本代表团在参会前 鉴于美国在世界话语权的与日俱增 曾考虑过缓和对华的霸凌政策 以争取美国的适度让步 木野深险提出 日本今后要避免威压的手段 以辅助弱国为主义 自明知维新开始 日本一直努力争取几身列强 这一主张自然遭到 国内强硬派的猛烈抨击 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怀柔 容易受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批评 时任首相袁靖势必要平衡国内各势力 因此他给代表团确定了三条原则 带着这三条原则 日本代表团来到了巴黎 在会上 西人寺公望再次见到了久违的故人 克联盟索 如今的老朋友被称为 法国的胜利之父 非同小可 和会刚刚开始 日本就遭到了美国的当头一棒 威尔逊不同意 由各国瓜分德国殖民地 主张交给国际联盟托管 袁靖响与美国协调同步 本国的核心诉求 却遭到了美国的否定 由于当初与英法秘密斡旋的努力 英法站出来力挺日本 威尔逊也不好继续坚持 毕竟他还希望建立国立联盟 需要英法的支持 最后美国做了妥协 原德署南洋群岛 名义上交给国际联盟托管 实际上责备日本占据 接下来 日本代表团又开始推动各国承认日本占据中国山东 牧野深险一再提醒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 只要中国与日本保持同步 不在会上闹事 日本自然会在租约到期后 归还交周弯的租借 中国代表团内部 顾维军等年轻外交官认为 国内反日情绪高涨 加上中国又是战胜国 可以利用美国反对兼并殖民地的态度 争取收回山东 顾维军认为 中国参战贡献巨大 德国战败后 中国收回主权 合情合理 而日本作战是百名的趁火打劫 索取山东 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 这番讲话 引起了在场西方代表的一致共鸣 支持中国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日本也顾不上和美国协调同步的方针了 国内给牧野深险发来电报 要求他不要在合约上签字 除非日本对山东的诉求得到满足 在与西元寺公望和援近分析谈判策略后 牧野深险在合会上 威胁各国答应日本的要求 否则就不签字 成立国际联盟 是威尔逊本人的政治理想 如果日本不签字 这一理想就有流产的危险 威尔逊又一次妥协了 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策权 会后 在凡尔赛的日本代表团驻地 顾维军前来拜见西元寺公望 这个年余七旬的老人 西元寺公望与牧野深险 来到茶室坐下 外交官就是这样 谈判桌上唇枪实战 私下里却保持着礼貌 寒暄过后 牧野深险先向顾维军表达了敬意 赞美了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对手 顾维军再次用法语陈述他的观点 他首先对西元寺和牧野的身份表示尊敬 随后对巴黎和会的决定表达了不满 西元寺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回答道 顾先生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 但在这个世界 不是依靠想法就能解决问题的 这位秃头的老汉举手投足间不失老者的威严 与他对付起来顾维军也颇为棘手 毕竟眼前的对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经历过明治维军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政治家 顾维军虽年轻但也见惯了美国总统 不会被大人物轻易震慑 阁下 除晚辈直言 日本军部势力猖狂 宁也面临出多压力 如果青岛落入日本之手 势必与四万万中国人为敌 贵国已战了台湾与旅顺口 再得到山东恐怕还会得寸进尺 未来中日必有一战 这势必让军部作大 控制日本酿成更大灾祸 不仅对中国也对整个亚洲 包括日本自身 如果青岛归还中国 两国友好相处 不但可抑制军人气眼 还能守护贵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让板上之云继续飘扬 这番话恰好说到西元寺公望的心坎上 这位三朝元老 大政民主守护者 早被军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古先生 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 可政治是复杂的 不以认得和个人意志为转移 政治是集体意志 而政客们的眼光没有这么远 人们总是贪恋于眼前所能得到的食物 没有人在食物面前会讲同情的 再说了 我们只是各自忠于自己国家的利益 除此之外能干什么的 说吧 老爷子抓起桌上一块茶点 转身离开茶室 中国代表团的正当主张 在国际政治纷纷复杂的现实利益面前 显得格外一文不值 我作为一名中国人在讲述发力合会中各国的恶与我驾驶 也很难不揪行 西恩斯木也等人比起一位红洋扩张的激进的军部实力 虽然立场更为温和 但仍然不能掩盖其事项凝落 蚕食他国主权以满足本国野性的野蛮行径 他们显得更为狡猾 更为难以对付 在科普这段著名的历史时 请允许我暂时 悄悄跑题 跳出视角 加入中国的视角 来探讨各方在此时的外交博弈 或许除了教科书让我们感到当时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无助 同时站在西恩斯公望等狼狐猎强的视角和谈判策略做客观关系 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当初中国使团在外交斗争中的艰苦和不易 而避免历史的误解 并时刻以史为凯歌 为招见 为警惕 回到当前 美国打起退堂鼓后 中国作何反应 1919年4月24日 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解决问题的四点设想 先把山东半岛交五国暂性管理 暂管区域在一年之内交还中国 中国愿意向日本支付酬金 交周完全部开为商部 中国将这四点设想于当日分别送给美英法三国首脑 同时在陆征祥治外交部的电文中 提到顾为军见美国代表 美国代表答应向威尔逊转达中国的立场 外界透露英国对这个计划可能不会有积极的回应 因为其屡言预顾日本面子 日本则看出中方和美国的意图 暗中积极破坏 除了更主动的拉拢英法 日本还在美国方面下苦工 抓准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软硬兼施 导致美国代表团几乎都不同意 威尔逊的决定 提出因不惜代价拒绝日本的要求 1919年4月29日和30日 美英法三国会议继续就山东问题进行讨论 议定反而在条约山东问题的条款 从内容上看中国人的愤怒和努力就死落空了 中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 威尔逊背叛了中国 美国一贯追求的正义和自由都是空话罢了 西恩斯公望等人提出 日方可以继续以退出和会作要挟 逼迫美方服从 外交部也考虑过仿效退退策略作为抗议 但陆征强最后判断这样行不通 理由是意大利为五强之一 有足够的底气抵制八一合会 但中国只是一个弱国 在许多方面还要依靠一协约国的主要国家 特别是要照顾中国的人 主要支持着美国的面子 如果中国退会的话 对中国以后收回权力可能非常不利 北洋政府很多官员也认为 中方最好的策略是暂时忍辱负重 以空间换时间 避免以后施展外交的空间受限 但时这一主张的曹汝林 张宗祥 陆忠宇等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也因此被骂卖国贼 鉴于国内群情激愤 也有人提出拒绝签字 但如果不签字 其他相关问题如领事裁判权的废除 薪酬条约的修改 关税自主 损失赔偿等问题 需要单独与德国谈判 但是他们对结果并没有把握 陆征强后来考虑第三种方案 签条约 但是对关于山东的条款声明不承认 这也成为朝野上下默认的最优解 转机发生在1919年的5月4日 第三种方案依然不可能实现 最终 中国首席全权代表陆征强 对山东条款发表声明表示 深切失望 严重抗议 中国代表团不能改变巴黎合会最后的结局 但即便顶着将来被排斥在国联之外的压力 也要让世界各国知道事情的真相 换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这在事实上给了日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6月28日 中国全权代表的两把座椅上 一直空荡无人 中国的缺席在巴黎和全世界都引起轰动 消息很快传到西元寺公望额中 当时的西元寺正在日方住处和自己的得意门声 将敬畏文末下日本将棋 敬畏文末和自己一样出身名门望族 西元寺公望一直器重敬畏 认为他以后能继承自己的一波 当谈及当今时局时 敬畏给西元寺举出了一个让他再熟悉不过的比喻 男女关系就像肚子 贫弱的房仲人要遵守白人的规范来转取 卑贱的优越感 但这样男人这样秩序长黄久了就会疲惫 但西元寺公望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暗含了敬畏的侵略野心 此时的老西元寺还认为这个年轻门徒 以后会继承自己的温和路线 这些都将在未来发生巨变 7月21日 克里蒙索也向日本巴黎全程代表西元寺公望 表达了对山东问题的关切 希望日本今后会以宽大的态度对待中国 以实际行动反驳是人 对日本是远东至德国的批评 西元寺公望不为所动 也没有怪责其日固有 他知道这是政治家的任务 像他们这种人只是各自忠于自己国家的利益 除此之外能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自己已经完成任务 克里蒙索感叹道 过去是一个国籍而可爱的公子 但现在又是个文中的讽刺家 回国后西元寺公望及晋升公爵 与他同行巴黎的木野和远镜 成为了西元寺手脸通天的唯恶禁地 圆镜遇刺身亡 郑友会一下子失去了组织核心 西元寺不得不出面斡旋党内 此时山线友朋建议西元寺亲自代退组阁 西元寺的答复虽然刺恶 但也可谓现实 我比你年轻 你会比我先死的 到时候我要带你照料共中之事 三个月后山线友朋去世 众臣松芳正义 平田冬住的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恶化 各自按表心智支持西元寺掌权 最后木野认输 这下西元寺彻底成为了朝中唯一的元老书臣 玄京朝野 然而巅峰之后 便是悬崖 战后的世界相对和平 在这时候议会就逐渐压制了军队的势力 使得西元寺手下的郑友会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 可年幼的玉人天皇却不怎么看这个问题 玉人从小见到自己父亲大政犯病的时候 被议会贵族嘲弄 以及他感受到表面上人们高喊万岁 实质上对于天皇制度却处处压制了议会 是他的障碍 再加上他从小就被日本军人 如乃木西典等人进行教育 被传播了大量的军人思想 这让他有一个目的要达到 天皇全力至上 这时候的西元寺公望和其所想要维护的议会民主制度 在少壮派军人眼中则视作是如同旧幕府一般的存在 更是玉人天皇的眼中钉 少壮派军人不断制造事端 不断没有受到惩罚 相反得到了如同英雄一般的待遇 这使得西元寺公望逐渐局部维艰 政治恰如男女之欢 甜蜜之后便是抛弃 想到威廉二世继位后 彼斯迈辞职退隐的做法 西元寺也为了功成身退 逐渐减少对朝政的干预 玉人天皇也识趣地表示问候 还给了西元寺日本史上独一人的赤语 光复必成 西元寺想起了当年伊藤的话 你知道你的凶兽是谁吗 是元老的身份 元老不仅代表着元勋 更代表着老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夜 天降罕见鹅王大雪 东京城一片寂寂 我们将除掉天皇身边的坏人 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 一阵乱抢 把厅内的吊钉全部打碎 吓坏了的首相秘书急着团团转 只好给警示厅打电话 可惜那正是判斥 这位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73岁的首相 瘫在床上 宿命地说 他们终于来了 宿命正要遇害 另一边 坐鱼庄 西元寺公望正在和孙子下日本讲起 公一 老骑手给初学者让子 双方实力才能平衡 这叫让狙 一名海军大将这样对属下愤慨道 他们这样先斩后奏 其实是在藐视天皇的权威 要挟天皇 这都是在打天皇育人的脸 天皇岂能容忍 让子方出去飞车 脚刑 两箱车 两桂马 两银江 两金江 九步兵 再只有一枚王将在正常位置 这便是称为落王 或十九枚落 本日清晨五十许 部分军官袭击了以下各处 首相官邸 首相当场死亡 齐藤内大臣私底 内大臣也当场死亡 渡边教育总监私底 教育总监当场死亡 牧野前内大臣宿舍 汤和园一腾屋旅馆 牧野伯爵下落不明 高桥大臣宿舍 中文军事 成杀 兵变部队还企图刺杀 正解元老 西元寺公王 公爵和牧野身险伯爵 但未获成功 来自东京朝日新闻社报道 晚年的西元寺公王 婉拒天皇凤达 渐远朝政 清暮汉旋 沿着铁丝网 向这条熟悉的漏像走去 他一遍又一遍 挨家挨户的人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王先生 您请回报 失望的西元寺 来到一座寺庙前 坐下歇息 凝望着 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模糊的实现中 无尽地身处 他似乎看到了 若隐若现的 漫山遍野的宁卫花 可那都是虚妙的 幻想箱罢了 当他正要离开寺庙的时候 一位年轻的女物 从他身边走过 花落草枯 千锋肚 西元寺转过头 热泪盈眶地问 老树无名 一生中 可这些全都没有发生 屋外下起了大雪 这雪下得狂暴 纷乱 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 施控浪费的雪 就是此时的雨 西风的惨叫 如气如素 如怨如怒 令人毛骨悚然 那近百年的老树干 无法适应这巨变的天气 老树依旧伸展着 结芽的秃枝 像是鬼影重重 凌寻的躯干 又如白骨森森 给雪后的夜色 平添上几分悲凉的气息 西元寺 吩咐家人 留她一人就好 她的知觉越来越薄弱和混乱 只听到从屋檐滴落下来的轻轻的滴水声 屋外的雪仿佛能穿破墙袜一样 在最后盖在她的脸上 如要用笔墨描写这样的事 那必定是庆祝难受 雪深墨顶 她发觉自己已然失去无息 轻飘飘的 身上的皮肉 随奔涌的血 随流而去 骨架和肝脏 在青客间 扩散和蔓延 西元寺最后的记忆 浮现了当年那名少女 漫妙的脸庞 她最后的意识 像飞机的流星 往无尽深处坠落 那样无限舒态的感觉 如某种享受的最高峰 转眼间 西元寺已升入万里长空 俯视着这片熟悉的大地 面前俨然浮现了一面 相经的奥面景 在镜面中 呈现的是日本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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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あなたを待てば 雨が降る 濡れて来ぬかと 木に架かる 啊 ビルのほと Réphimère de Libère